- 大家好,歡迎收看210年韜新聞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股市7600點 那是不是接下來會往後會更好呢 今天很多首長出來喊話 包括馬總統,包括陳忠,包括吳尊利 大家講是明年的言情,應該是不錯的 所以由這樣來看的話,今天又看到一則新聞 前副總統蕭萬長,他講我們22K造成很多人才外流 這樣的講法到底有沒有問題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討論 難道外流人是屬於22K的年輕人嗎 或者是我們比較高技術的人 那這些東西有非常多的討論空間 我們今天請到的來賓,沈陸強、沈大佬 還有鋒心,還有財政委員,還有球衣委員 朱承志,還有軟木華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股市 大家看到媒體寫的都是7600 那股市所有前陣子大家討論的鎮索稅 對他的影響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政府已經找出管中明政務委員 所準備要來挽救 股市情況怎麼樣,盈廷告訴我們 好,董哥我們進一步來看看 等一下我們要看是指數 還有成交量都是往上在攀升 不過我們先看看 這個陳崇院長上個月23號所提出來 就是在年底之前要來振興一下股市 所以昨天跨部會的會議裡頭 我們可以了解到有什麼樣的內容 外界來參考 因為管中明在會後告訴大家說 現在看的不只是交易面 基本面、結構面都要通盤來檢討 而這個禮拜五就要跟一些證券業者 好好來聽聽他們的聲音 下個禮拜希望經營管會 能夠有具體的一些做法來告訴大家 但是同時提到證所稅的緩征 政府基金互盤是不列入 振興股市的這個重點裡頭 不過至少初步方向我們可以看到 而緊接而來或什麼樣的做法 都值得大家繼續關注 董哥 是我們可以看到股市其實大家都認為說是經濟的一個指標 那很多政府出來喊話 但是其實股市這兩個禮拜的情況不錯 那政府現在喊話當然很多工商團體也出來 呼籲說明年其實春天的燕子應該已經到了 所以接下來大佬你看 這一些喊話或者未來的波勢 你覺得今天他們的喊話跟股市有關係嗎 我覺得他在講一個經濟的未來前年也有關係 對啦他是講明年的景氣會比現在好 那今天跟昨天一樣 昨天我那個聯合晚報的標題也嚇死我 說勾起得好好啊 那個陰霾也稍微散了一半 那譬如說我們在座的來賓也來到本節目以前也講過 說這個正所稅會使台灣的股市變成一灘死水 那最近呢也有一點價量其養啊 比起全世界的股市其實也沒有那麼差到哪裡 如果你硬是要挑一兩個股市來比 那我們當然不如人家啦 但是其實你不能說它壞 你說這個量呢也回到800 900 不是4500 那你現在價是7600點嘛 那距離所謂鍋蓋 因為現在的奇奇怪怪的這個很奇怪的 很不像一樣的正所稅 它8500點大家認為那是一個鍋蓋 那8500點你現在的7600點是900點的差別嘛 所以如果你用換算百分比的話 就是稍微比12%差嘛 那現在問題是以前認為正所稅 讓台灣的股市沒救了 大家都跑掉了 再也不回來了 那個大咖啦 什麼中石戶啦 跑到香港啊 跑到新加坡去 不再回來 都回來了 而且回來喔 有人說回來是回來 但是他以外資的面目回來 漂亮在你講的啦 我跟你說喔 股市如果好 這個人手會穿啦 不論怎麼做 還是回來台灣做比較深色 啊好 現在喔 就是大家講話喔 對不對 怎麼說 都留著紀錄 啊現在講說股市一灘死水的人 你面對你講話的紀錄 怎麼會 好現在大家講八千五百點是鍋蓋 鍋蓋 鍋蓋感覺說 胸色在看喔 好像有一點道理啦 因為你過了八千五百點就要繳稅啊 所以那個稅是一點點啦 但是怕的人不是怕那一點點稅啦 他是另有所怕啦 但是我再講 如果明年景氣真的好到相當程度 這個股市可以超越百分之十二的話 啊如果別人可以跟我們比較的股市 百分之十二都過了 而我們沒有過 我們碰到八千五就掉下來 碰到八千五就掉下來 啊我現在把全國的老百姓謝罪 啊如果沒有咧 如果一直就過了咧 所以我覺得來本節目講話喔 要特別小心 對啊其實喔 沈大老他手講這個喔 要到明年後年驗證啦 這個東西比較久 但是我們台灣人是沒那個韌性啊 因為你那個韌性不會拖那麼久 四個月前胡忠信還在講吳頓利展廟 現在有誰記得 對不對 沒有人記得啊 啊他現在照樣在節目上可以講東講西 大家就忘了那回事了 所以有多少證據要拿出來 沒有什麼都沒有 所以大老這個是很樂觀 說明年後年我們再來看檢驗 沒有人在這樣檢驗 我沒有講我樂觀 我是客觀 這個比較樂觀 是但是我們看 喔到底春天的燕子會不會來 來 簽商點 喔就是 鎮首稅台股大噴溝 這是公會的理事 黃顯華他說鎮首稅就是股市的大噴溝 喔大溝蓋 喔打不開 其他方案對股市的振興效果都有限 除非政府基金一直買 買到景氣復甦為止 陳志 買到買到景氣復甦為止 我簡單的做一點補充 我不是要跟這個沈富雄沈大佬唱反調 但是我的論調就是我講的 我認為鄭索稅會把台灣的資本市場搞成一攤死水 我堅持我這句話 我給各位幾個數據 我們在今年第三季的時候 這中央銀行統計數字 國人投資到海外的股權投資 股權投資有三種 第一個股票投資 第二個是債券投資 第三個是基金的投資 總共是172.1億美元 換算成新台幣是5000億新台幣 而這筆錢所出去流出去的這個方向 我把歧視兩個字拿掉 黑暗台股之黎明升起 我認為那時候叫做短時間的利空出境 但是這個黎明起來 它不是一個大太陽 它只是一個下雨天的黎明 是一個陰天的黎明 我們現在的股市就是如此 也許這個沈大佬認為 最近價量欺陽 我們就已經海闊天空了 我再引述另外一段話給各位聽 這一波行情是在11月22號那一天 好像也是在立法院我們的財政部長 張勝和接受財政委員會相關的委員質詢 他講了一段話說什麼 7000點適合買進了等等 然後接下來在7月23號的時候 是禮拜五 那一天的早上 陳聰院長開行政院會 指這個讓政務委員管忠寧 讓他來做一個月振興景氣 我那時候開個玩笑 我認為陳聰啊 他非常的懂股市 他選的timing太美好 因為那一天是感恩節 第二天是黑色星球 從黑色星球感恩節到美國的 12月25號聖誕節 這一個月本來就是消費的旺季 所以趁著這一波 政府開始一連串的口水 每天都有做多 然後我最近聽到最離譜的 做多的是這種狀況 比方說用一個當沖的方法來救股市 我特別在今天的那個蘋果日報 我寫一篇專欄 我說啊 報一檔好股票 勝過9次當沖 9當然只得我們馬英九總統 沖當然是我們沖割了 沒有 全世界沒有人是靠當沖來救股市的 我這給各位一點 最近媒體上也講 我們的政府已經沒有辦法了 因為從馬總統所提出來的 他叫做新四部 新四部 我不反對後面 但是我反對前面兩個 第一個他就不會暫緩證所稅 第二個不降證交稅 結果你知道嗎 馬上就討論出來一個什麼方案 叫做我們要把權證交易稅 從千分之三降到千分之一 我做個比喻給各位聽 比方說沈大佬很愛的宏達電 宏達電一檔股票有150檔權證 今天孫悟空本來是可以大鬧天庭 本來是活蹦亂跳的 現在頭上戴個金鼓咒 有一個這個菩薩 觀世音菩薩就唸給他金 這個金八千五百年卡在那裡 一到那裡頭就會痛 但是他身上拔出來的毛一吹 千千萬萬一個孫悟空 那種權證 證交稅就可以降 偏偏股票不能降 天底下哪有這種道理 所以陳志他其實講的跟沈大佬 剛好來年別車 就是說 但是你可以看到 因為股市剛好這兩三個禮拜來 大家看了 好像這個情況還不錯 那下來是不是會繼續往上磨 到年底 總要做一波行情 因為金融界的人也實在太難過年了 我想這一波股市的上漲 有它的各方面因素 這個時機點也好 或是說整個國際的經濟景氣 或是說資金面也好 基本上漲了這一波 不代表後面股票還會再繼續漲 明年的變數還很多 明年的經濟或是股票市場 各種的可能的情況還很多 我對於後面股票市場 我倒不是覺得他就會一帆風順 這麼熱觀 不過回到這一波股市 上漲有人講說是因為行政院 要提出振興股市的方案 或是說種種原因 我自己倒個人覺得照來講 政府部會要做的事情 或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不是振興股市 應該是振興經濟吧 因為你經濟好了 股票市場自然會好 怎麼會去振興股市呢 股票市場它反映的是經濟面 老百姓有信心 大家資金夠願意買股票 就會自然去買股票 如果我們覺得這股票市場 無力可圖 投進去風險很大 我想蔡委員 你也不會贊成大家去買股票 所以說這個政府 該做的是振興經濟 而非振興股市 但是董哥我要提一點 為什麼行政院長陳忠 會要求政務委員管忠敏 去沿你一個月的方案出來振興股市 這個是行政院要沿你的方案 而且最近這禮拜五 恐怕這具體方案要出爐了對不對 這代表什麼 代表政府 有行政院也體會到了 其實股票市場 存在的一些不正常的狀況 所以才要去振興股市 哪些不正常的狀況我舉例了 在這一波大漲之前 董哥你知道他每天成交量 說到多少嗎 說到四五百億 你說呢 這個成交量縮成這麼低 有沒有非經濟因素 我個人認為是肯定有的 因為就算經濟再差 也不該說到這樣的成交量 那什麼樣因素使得 這成交量說到四五百億呢 那為什麼行政院在這個當口上 他要急 他要去振興股市 然後我們看出行政院 他振興股市的方案是什麼 我跟董哥講 我當然沒有參與行政院的政務 但是我們從一個長期跑新聞的角度 我可以看到行政院又是同樣那一套 奉興是這個經管會 來你提出你經管會 狹下的業務 你應該提出方案 沈大佬你是財政部 你財政部提一個方案 你是什麼部會 你就提一個方案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他拼出來 是一個拼裝車啊 譬如說經管會他就提了 剛剛這個祝問所講的 先買後賣就叫做當充 這個很多人不贊成的 因為這個其實是有很大的風險 但是他沒辦法 他也只能提出這樣的方案 譬如說交易所就提出 要漲手續費的方案 所以我今天講了這樣子的 一個道理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去振興股市 行政院到底在急什麼 急著這些事情呢 其實解鈴還去戲鈴人呢 也就是說你回過頭來去想想 為什麼你今天要振興股市 而非是振興經濟 其實我們看這幾年的那個來講 大概陳聰是被大家所看好的 那時候剛上去 因為金融財子嘛 那他今天講 他說平均每天交易量 有增加200多億 應該是會有一點感覺吧 當然我想這不是政策的功勞 而是整個經濟情勢 稍稍有一些改變之後 我想這對市場動能的增加 是有一些幫助的 陳聰基本是懂經濟的啦 股市要好有三個面 第一個叫基本面 就木華所說的 經濟好股市就好 第二個是結構面 大家都說這一波11月以來 那麼外資法人買鈔 遠比國內的法人要多 所以外資的交易的限制 要在中綁要放開 那麼甚至考慮到入資 那麼這結構面的問題 那第三個就是所謂的 交易面的問題 剛才提到說現股當沖 那麼開放現股當沖 品牌以下放空等等 手續費的問題等等 都是針對交易面的問題 你必須從基本面 結構面交易面三管齊下 你才能夠達到振興股市 能夠提升股市動能 好 那麼當然經濟好股市一定好 可是問題股市是經濟的櫥窗 股價是經濟的領先指標 今天如果股市好了 股市活絡了 動能增加了 你當然會提升大家的信心啊 因為很多人會觀看股市的情況 來認為說未來的景氣 到底是真的要復甦了 還是只是一個回光款照 所以你基本股市好了 會提升信心嗎 信心好了以後 大家敢投資 大家敢消費 那經濟透過乘數效果 加速效果 它就會變得更好啊 所以陳聰是了解說 整個股市在整個經濟體系裡面 它的關鍵性在哪裡 所以雖然經濟好了 股市就會好 但是也必須讓股市的動能 能夠提升 讓股市能夠活起來 股市活起來 經濟就會好 就進入了一個良性循環 才能夠使景氣能夠穩性的復甦 才能夠使景氣 明年達到我們預期的指標嘛 對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的交易量 有增加 過去大概四五百 現在大概都一千左右 那陳聰他說每天平均交易量有增加 他是用這個來看嗎 還是整個經濟的情況 當然他從股市 他一直覺得說量比價還要來的重要 可是對我來講 其實我一直相信 德國的股市大師 當然已經過世了 他常舉的例子 他說經濟的基本面 其實是一個主人 然後再遛狗 你在遛狗的時候 這個主人 其實他有一定的方向 這就是經濟的基本面 可是那個狗 雖然你有繩子牽著他 可是狗不會往著那個方向 一路只走 狗一定跑過來 跑過去 跑過來 跑過去 那個狗走的軌跡 其實就是股市的軌跡 可是最終 那個狗還是跟著主人的線 一路的走到那個基本面的終點 所以基本面才是最重要的 這中間雖然會有起起伏伏的波折 但最重要是基本面 其實今年的經濟 我們其實 我有一個朋友他統計了 所有的上市櫃公司 前三季已經公佈了 前三季的獲利 跟去年同期相比 衰退了24% 過去賺100塊錢 去年賺100塊錢 今年只有賺76塊錢 你一看到說這個獲利衰退這麼多 你現在就比較了解 為什麼我們前三季的股市 那麼樣子的糟 那可是展望未來 其實重點也不是在於 什麼這個政策啦 或這個喊話啦 或是有沒有振興股市方案 重點就在於 那個獲利能不能夠恢復 公司能不能夠再賺錢 一家會賺錢的公司 它永遠可以吸引投資人 不管它吸引的是本土的投資人 或是外資投資人 因為你只要錢賺到一定程度 或你的體質好到一定程度 你價錢如果便宜的情況之下 一定會有初音想要把你吃掉 在現在台北股市 很多這樣的公司啊 就覺得你太便宜 我想把你買掉 所以前陣子 為什麼傳輸宏達電 你只要多少錢 你就到1% 然後你就可以當他的董事 然後股市就呱呱呱 就一直漲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傳言 因為就覺得你太便宜了嘛 你不合理的價格 不會維持太久 所以我覺得它現在有不合理的 價格的低 所以它會上漲 可是真正會不會維持上漲 就要看經濟基本面能不能複數 我對於振興股市這個東西 現在為止其實是拼裝車 就是像剛剛沐華講的 券商啊 你說要這個當從 我們就納進來討論一下 金管會你也提幾個方案 QD要不要再放寬一點啊 然後財政部這邊 受險業者 我們要不要再放寬一點啊 其實大致來是這樣子的一個拼裝車 所以我不喜歡這四個字叫振興股市 我比較喜歡用的是股市升級 台灣其實股市有太多的限制 以至於我們一直沒有辦法列入 已開發國家股市 如果我們不能夠有一個很好的圖像 去做一個已開發國家的股市的話 我們就永遠會是一個學爬步的兒童 沒有辦法真正的擠升到已開發國家之靈 其實今年前三季股市底界不好 不只台灣幾乎全世界都這樣 不不不全世界真的只有三個市場最不好 就是台灣中國大陸跟韓國 韓國跟台灣是競爭對手 中國大陸是我們最主要的市場 但是我們看就是說就陳聰所講的 他其實講到就是一個整個經濟情勢 經濟情勢就是今天所有政府高官 都出來喊話的情況 那等於說大家都在展望 今天是七間六 接下來 因為剛剛沈大老有提到一個8500的關卡 這個就是我們正所稅 那張聖和出來講 那個好像很不容易達到 如果依照這個情勢 真的會那麼不容易達到嗎 剛才奉獻的筆意非常有趣 就是說經濟是主人 然後證券市場是那一條狗 我這是柯博然 你的比喻不是我的比喻 然後這個狗是一定要跟著主人走 這是長期來講是對的 可是不要忘記 狗如果亂跑的話 會把主人給絆倒 2008年就是這個德性 還有過去很多很多的風暴 比如說你霸凌銀行經營好好 有一個交易員就是出問題 整個工作垮了 所以有時候狗也不能亂跑 也要好好的這個管好 那我們現在爭論即使正所稅 我承認是有政治因素在裡面 難得的各部會所長把年底 這一段的股票市場的交易量 或交易價格看得這麼重 使盡全力要來振選股市 不管你喜歡那樣不喜歡那樣 真正的因素是什麼 第一個 因為1月1號正所稅要上路 第二個因素是什麼 蔡英文跑出來說要緩徵正所稅 蘇貞昌又接著喊 奇怪蘇貞昌已經民進黨 是最主張課正所稅的 怎麼突然間要緩徵呢 所以有政治因素一介入的話 你逼了這些部長們 不得不正式的應戰 正式的回應 我們當然知道就是說 經濟好股數不用去管它 可是卡在這個關頭 他們擔心就是說 如果喊喊喊到最後的話 1月1號不能上路的話 他們覺得接下來 他們不曉得怎麼處理 事情就大條了 那回過頭來 這個正所稅 到底會有多大的影響 很抱歉 這個正所稅最後的版本 是我設計的 那要課證正所稅 一定也不太滿意 怎麼是四不像五不像 剛好就是 徵紀會我們幾個 四不像人設計了 那可是呢 當時是大部分人 正面市場也能夠接受 可是失誤的發展 正面市場覺得 相比之下 還是不要課會相對的比較好 所以變成說 我那個版本是我們現在 台灣社會的最大公約數 最大公約數 那我們當然不可能 設計一套說 人人滿意 人人覺得最理想 這種東西是不存在的 因為每一個國家 在割證所罪 都會有不同的版本 那既然說 政治上覺得說 1月1號要上路的話 那怕有一些 政治上的後果 或者不必要的傷害 我想行政院動起來 我是百分之百贊成 百分之百鼓勵 這條狗先把它拉到旁邊 這樣不要跑太遠 以免把我們主人的腳給半倒了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 會不會真的顯成大國改 我跟各位講 我的判斷 早在推動那個時候 那我們這個 民進黨的總召都問我說 你那辦法備不夠 我說我設計保證過 那會不會還用 我跟他打賭 未來今年年底之前 應該會出現五次 每天交易量 1000億的 好像快到了 那果然如我所議言 它會有這個抒絕效果 但長期來講 其實不在正手稅本身 我跟各位報告 我所理解的 是在查稅本身 那因為我們的結構體裡面 有一部的所謂中石戶 交易量非常大 做當沖的很大 有時候他們在每天的交易量很大 那因為我們台灣沒有這種 market making正式的制度 你要什麼自營商啊 要投信啊 來做market making 第二天進館 你給我寫投資報告 你為什麼要買進 為什麼馬上賣出 表示你沒有長期投資 因為我們沒有那種 市場創造的觀念 所以我們就是 累積了很多的中石戶 每天都買進賣出 構成了很龐大的量 我想沐華跟朱董 要了解我這個事情 好啦 這些人的資金 是來自各方面 說要報稅 報稅當然要查資金啊 我錢是跟陳鋒欣 走得往上借格 調來的 那陳鋒欣怕了 他就不敢調給我了 所以乾脆大家一起放下去了 所以要創造一個市場 最重要就是說主管機關 要找到一個機制 有人法人或者其他機制 願意取代 這樣的一個中石戶 每天在為台灣市場做market making 而不要去汙名化它 它在某種程度 伴隨著我們台灣經濟的成長 所以如果說 這個股市的動能提升方案 能夠在這麼有幫助的話 我想青桌就能夠萬重三 那不然的話 真的8500年變成大鍋蓋的話 那就咒死了爭氣味的罪名 好我們來看喔 其實現在有非常多 大家聽到了什麼叫動能方案 有經濟的 有股市的 好沒關係 但是陳鋒講的 他其實是有些的關 等一下我們會回來討論 現在很多成交量是不是都超過千億 等一下也建議了 扣應馬上回來 台股今天7600 雖然漲幅不多 但是他守住了這個關卡 很多人講 這兩天討論的 正所稅 是不是應該趕快把它撤銷 蔡英文提出來 蘇貞昌提出來 可是提出來的可能實際也不太好 因為他們提出來的時候 剛好股票在漲 那大家講說這個會不會是這個假議題 英廷告訴我們 好董哥我們就進一步來看看最近的一些股市表現 好剛剛您提到今天的台股表現呢 上漲4.19.17613點做收 而最近呢不管是指數或成交量 其實呢都是有一些不錯的表現 所以股民朋友感覺到是有點開心 不管是價量的表現都在其中 所以我們進一步看看從11月初 包括成交量800多億呢 到了11月29號900多億 12月初呢破千億 所以整個平均的成交量呢都有800億左右 所以來看看這個總統在接受工商時報的專訪 他進一步說了一個四步政策 包括證所稅不會緩征還有證交稅不調降 還有郵電問題呢他有進一步來說 所以呢在針對證所稅部分 因為他說大家覺得資本利的繳稅繳得少 所以這次這個方案算是影響最小的 至少先求有再求好 而且呢雖然最近觀察呢 他覺得證所稅或許會影響股市 但不是主要原因 所以他也提到會如期在明年元月上路 但沒必要一併調降證交稅 這是總統最新的接受官方時報的一個專訪 董哥 是我們可以看到這是這幾天股市的行情 大家看就是說現在大概在7600多 然後最主要成交量 成交量大概1000億盤旋 但是我們可以最高1000億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最近TVBS他做了一個民調 說明年1月就要開始爭所稅 請問你贊不贊成 原來在7月24贊成的是53喔 結果11月30號現在不贊成的反而46 贊成只剩30 那這個當中到底隱含了怎麼樣的意義 是因為大家看到了這些變化嗎 這個叫民意如流水啦 因為散戶 因為你民調大概每個人一票嘛 所以這些大部分是散戶嘛 那散戶多多少少有套勞 他想東想西喔 他不會去想那些大的經濟因素 他就想正所謂 你們說的不是啊 所以他這個反對的就越來越多了 不過我同意莫華的講法就是說 行政院最近為什麼有這些奇奇怪的大動作 一定心裡頭有哪些不安吧 心所未為才會這個樣子 所以你看他做出來的東西 他今天講清楚了 我們這個振興股事方案裡頭 兩樣事情不講的 一個是正所稅比較廢不講 第二個四大基金的金書廠不討論的 所以他是講說長遠來講 我們應該要做些什麼東西 但是大家 因為你這個時機這麼敏感 為什麼行政院要庸人自擾 因為你這樣出來的話 大家又把正所稅連起來了 咦 正所稅你又動搖了嗎 很多人都這樣想 但是我說 你說像先求有再求好 我告訴大家 業界 中石戶 散戶 就是不要你有 你先求有他們就受過了 你說再求好 什麼意思 就說這個不好 他們更怕你有一天變好 這不好的正所 雖然他們已經都覺得說 這個奇奇怪也不可能 有一天真的變好的話 你大家哀死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奇怪的 行政院在推出一個東西的時候 在這麼敏感的 剩下三個禮拜 剩下三個禮拜 就要上岸 就要上 就要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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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推出這個 讓人家可以 會誤導的 會引起誤解的東西出來 我都搞不懂 對 其實這個也是 周天晚報頭盤 就是說管宗明 政務委員 打算出來 要有一些動作 那這個動作 反而是不是讓人家更不放心 我是真的覺得 最近大家都認為政府在做多 我是認為 我們現在政府官員所做的多 是百分之一百個percent的 純的口水護盤做多 根本是假的 因為你今天正所稅 正交稅 這本來就綁在一塊的 我講過 正交稅以前是千分之一點五的 是因為當時廢掉正所稅 才變成千分之三的 那你今天 你多了一個正所稅 你正交稅不降 你就已經把所有東西都嘎死 現在所有的這些官員所做的 只是為了馬總統 他自己虛幻的公平正義 要堅住他的面子 所以為了他的面子 大家去想一些五四三了 什麼當衝來救股市了 什麼什麼 弄一些怪招 那些跟救股市一點瓜葛的 那些是遊戲規則 你本來就可以變 用不著在這個地方變 但是為什麼我說 這叫做百分之一百個percent的 口水護盤 我絕對有數據證明 我告訴各位 從11月23號一直統計到今天 這一波外資總共買了918.8億台幣 可是918.8億很多嗎 總共也不過漲不到600點 大家要搞清楚 上一波外資也曾經 你一口氣買了1000多億 買到7789 也不過7789 我們現在在7613 所以你要搞懂 外資為什麼買了918億買不上去 因為我看到我們的官員說在護盤 結果我就每天統計 我統計官股八大行庫 我給各位一個數字 從11月23號那一天 台股開始連十漲連九紅 統計到現在 中間可能稍微小跌一下 今天稍微小漲 總共官股八大行庫 統計出來賣超148億 哪有護盤 他今天是外資在拉 他拼拼在倒股票 倒到蠻高興 也許到了明年是為了拼8500的時候 用力去買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呢 這些都只是在做一些 很奇形怪狀的一些小集 都不是在做真正對股票市場 長期有幫助的 這個地方就是硬拼 一定要正所稅 一定不能降證交稅 我就搞不懂 對啦 但是民眾的感覺好像現在是 過去很贊成 夠半數 現在反對的也快夠半數 這個啦 溫維安在寫 神像你不一的時候 裡面有一段故事叫心魔 正所最嚴格來說 是正確市場裡面的心魔 那心魔會不會產生實質效應 當然會 那心魔要不要克服 當時神像你不一認為怎麼克服心魔 就是因為強化是你的體質吧 行政院這一段期間 所謂的正新股市提升動人 還廣開沿路告訴大家說 你們都提議間過來 然後我來做中和 我來思考 我來延離 目的是為了什麼 目的就是為了要去除心魔 要讓正所稅能夠上路 可是我還是覺得 行政院在讓大家廣開沿路 提供要救股市的方案的同時 他做了兩個限制 第一個 正所稅絕不緩生 第二個 正交稅不考慮調降 我覺得你要讓正所稅上路 你不需要一定限定正交稅不降 正交稅跟正所稅兩個 本來就是連在一塊的 過去正交稅提高是因為正所稅不克 而當時財政部自己說過啊 正交稅就具有正所稅的一定的功能存在 固然一個是交易稅 一個是所得稅 他的稅總是不一樣 但是他當時講過這樣的話啊 確實有這樣的效果 正交稅提升到千分之三 確實也跟正所稅有關啊 所以你今天 你說要讓正所稅上路 我同意 你讓心魔消除 你讓股市裡面的動能增加 正經股市各種方法我贊成 但是正交稅不動 不需要做那麼樣的一個 強烈的一個限制條件 對 但是我們看陳聰 他希望說整個經濟情勢 稍微有在改變 這表示是一個景氣 今天 前總統 前副總統 肖萬長啊講 我們 是不是22K造成很多人才的流失 那 好的人才到其他地方 或者中國大陸 對台灣的經濟是不是有影響 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政見 政見 守住了7600 那很多人講說 未來 到底會怎麼樣 其實很多朋友在線上 台灣有非常多人對 這個把它當做一個經濟顯現 直接最 直接看到的一個目標 很多朋友在線上 新竹 洪小姐你好 洪先生你好 洪先生你好 你好 是 你講 把政所稅 政交稅 兩稅合一 這麼困難嗎 兩稅合一 對對對 是 那個蔡委員在場 他版本很好 把這個政所稅 政交稅 兩稅合一 不是解決了嗎 所以你是建立立法院 可以這樣設計 是 以前也是有弄過兩稅合一 這兩稅合一 就把很多事情解決掉了 是好 謝謝 謝謝彭謙 林小姐 新北市林小姐 喂 你好 大家晚安 我是股票16年的經驗 我贊成振興股市 因為股市絕對是可以帶動 持衣住行 振興基金那個面太廣了 那不是我們可以所去顧慮到的事情 我反對用根平正義來課政所稅 為什麼呢 我們不是 我們在股票不是一定是賺錢的 我們股票不是像薪水 或是說你那個是一定是 那算是一種 不是完全是利得的 我們有賠 我們在交易的時候 就已經繳了交易稅了 我很贊成那個 好 謝謝林小姐 台南高先生 高先生你好 你好 是高先生 大家好 先來我講話 是 我是說 我是70 40歲的退休老師 那麼從來都是國民黨的鐵票 每一次選舉我南北拉票 但是這一次 對於政府的一些措施 真的非常不滿意 如果明年有那個罷免總統 我覺得跑到第一 結不缺席 你看那個證索稅 還有什麼那個 那個股票的現保補充稅 什麼叫補充稅呢 補充那個股利是我們本金的一部分 那個股息股錢 那個股票都是本金的一部分 那怎麼可以叫補充稅 徐小姐你好 徐小姐 你好 是請講 我之前有來電過 對這個證索稅 我已經有說過我的意見 真的是半年以前 但我們以現況來說 現在的這個交易稅 已經減少了二到三百億了 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政策之下 事實上很少人做生意 是這個拿石頭砸自己的腳的 可是我們的政府就這樣在做 另外我之前有提過 如果真的像現在的所得替代率 我們發現有很多的問題 那我認為股市來說也一樣 我們何不來一個隨著GDP的一個配套來做 就像馬總統上台的時候說的 633我們GDP到6的時候 人民所得超過三萬美金的時候 然後失業率低於3%的時候 我們這個時候再來科正所稅 是好謝謝 他其實講到了 就是應該在某個水準 有人說經濟成長力或怎麼樣 其實最近很多人都討論到了 但是我看肖萬常肖前路總統 他其實很擔心人才的外流 因為這個跟台灣的經濟 而且流過去那些國家 剛好都是我們主要的競爭對手 你可以看到 所以他提出了22K應該提高 大佬 我今天是不是頭版頭條玩爆 我是看不懂 所以我認真看 通常我們的玩爆 常常標題跟內容不一致 這次是一致 所以我更加看不懂 我認為肖父總統是好意 但是他的這種連結 就是說22K跟人才外流 這個真的是有關係嗎 而且22K是兩年前的一個方案 那是針對當時應屆的畢業生 那政府的一番好意 而且為期兩年已經結束了 那現在當然說22K的這個余波蕩漾 還有他的效應 他的效應還在 但是現在我們擔心的人才外流 這個其實跟我50年前去美國一樣 那時候我們不叫人才外流 那時候我們叫brain drain 你知道嗎 就是腦力被外面吸走了 這個是很自然的現象 就是說你的工作環境 你的酬勞 就是說這裡你不如別的地方 你只要腳會動的話 你就跑掉了 所以這個暫時我們如果不如別人的話 我們人會跑掉 我們只好起來 他們又會跑回來 但是如果跑掉的話 絕對不是22K的人 22K就是應屆的大學畢業生 那他們有工作 但是陷害人陷害人 陷害人說沒有民主 陷害人說工作艱苦 單調 要輪班 不幹 這些人會跑到外國去嗎 外國也不要他們 所以蕭副總統的擔心 我理解 而且我認同 但是這個跟人才外流應該沒有關係吧 對 但是因為蕭副總統 他對於 他是過去國家非常重要的經濟總規劃師 那他也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教育應該更實用 因為現在教育學的 不是市場所需要的 這個其實過去很多人提到 但是人才外流是 的確是 其實剛剛沈大老講一點沒錯 22K它其實已經被標籤花 所以呢 去討論22K我覺得意義不大了 但應該來討論說 為什麼台灣長期 我們的基本薪資的結構 在所有國家裡面 我們的成長率 我們不要講說 現在目前的高低 成長率我們是偏低的 這的確是事實 我們看到 主機出來很多資料 所得倒退到13年 然後我們的非經常性薪資 佔了我們總薪資的三分之一 我們的經常性薪資佔三分之二 這其實世界很多國家裡面 這是很奇怪的現象 那我們年輕人當然會憂慮說 他們將來出社會 買不起房子 然後現在物價這麼高怎麼辦 所以22K就因此被標籤化 每一個人心中呢 就好像有一個石頭鴨在那邊 我們台灣年輕人 就只有22K 很可憐耶 所以呢 如果一直在討論22K 我覺得意義不大了 所以我們應該回過頭來去討論 就是以台灣勞工的數值啊 我們的這個勞動產出這麼高啊 年年在上升的一個情況下 為什麼我們的勞動成本啊 就不長 這其實到底圖利的誰 那講白點的製造業跟資本家 其實是最大贏家啊 勞工是輸家啊 我們應該討論這些問題 那回到另外一個議題呢 就剛剛談到說人才外流啊 我自己個人的潛見是這樣 我覺得人才外流不可怕 可怕的是人才不回流啊 基本上很多台灣過去的這個 人才流出去之後 像沈大佬很多去國外 學友所成之後回來 建設台灣有什麼不好 人才外流本來就是正常現象 你看哪一個國家人才不外流 韓國沒有外流嗎 日本沒有外流嗎 中國大陸流到全世界的人更多啊 問題是台灣有沒有這個機制 董哥可以把人才吸引過來 人才可以回流 那我另外講的 不是只有台灣人回流啊 是全世界人都要來啊 我覺得你看到現在 全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國家 或者說那個經濟不成長的國家 都是封閉社會 比如日本 日本他是不移民的社會啊 你看到日本人只移植 他不歡迎外國人移進來 可是你看到那些歡迎外國人移進來 有很好移民政策 而且是開放性社會思維這種國家 像美國 像加拿大這種國家 你看他經濟心心向楼 其實美國三億人口 不是都美國人生啊 他是很多移民進來啊 新加坡每一年要移十萬人啊 這李光耀的政策啊 所以我要採用到一點就是說 我們真的應該去思考 台灣長遠的架構 是一個要開放性的社會 我們台灣到底有多少 這個外國人移進來啊 或是說各國的好的人才進來啊 我只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我認識那個房仲業者跟我講說啊 阮先生啊 這五六年來啊 我們租給外國人 是越南越南租了 因為外國人都出去了 沒有外國人進來 所以我要租給外國人 越南越南租了 台灣的外面的進來 其實很多是外籍新娘 大概東南亞的來 那現在平均喔 小孩新生的 八個人裡面 有一個是外籍新娘生的 這是現在的統計 那我們也看到 你如果從中國大陸回來的資金 在台灣的情況 就先戴你紅帽子 你一定有中資 先把你K K到讓你這樣 然後就變成一個全民運動 然後回來的人 彷徨在歸儀的回流上 不曉得如何進退 這是現在台灣的情況嗎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蕭萬長前副總統 憂心人才外流 他今天講的 變成是晚報的頭條 當然很多人非常憂心 那 人才外流其實 讓很多人想說台灣的競爭力何在 這個其實我們 跟2100人其實最近討論了非常多 那很多人也覺得說 包括我們的教育是不是有配套 包括我們政府對年輕人22K 這個問題有沒有去關注 那這些東西當然 對於將來台灣的經濟跟產業 它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我覺得今天不要講說 這個沈大佬看不懂蕭萬長蕭副總統 他在說什麼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其實人才外流跟22K剛好是兩回事 而且是剛剛好的兩回事 他講的其實是正好的兩批人的問題 我當然覺得 其實我先講人才外流這件事情 我最近看到一個現象 才真的讓我憂心忡忡 我們的金融業有非常多的人外移 是因為他的相對薪水 是要比其他地區都要 尤其是比上海 比香港來的低很多 可是為什麼他的薪水低 坦白說他只要服務台灣一地的金融業 香港他是國際金融中心 上海他也要力拼國際金融中心 至少是亞太的金融中心 那所以如果說你今天的業務範圍 僅止於台灣這麼小的一個地方的話 我給你的薪水當然不會高 可是如果你今天台灣變成了一個營運中心的話 那我當然因為你要負責是全亞洲的金融嘛 那我當然給你的薪水就會高很多 所以我們這些金融業的人才的外移的一個問題 出自於我們的金融業限制非常的多 而我們沒辦法成為中心的結果就是 我們真的有機會成為國際中心人才的人通走了 然後留下的就剩下local的人 這個其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這不是只有金融業的一個現象 最近有一個美商的軟體公司 他把整個台灣分公司拆掉 連總經理都拆掉了 他就反正只要在這邊 我就是設一個代理商 然後買一買點東西就好 因為你台灣市場太小 那所以如果他今天願意在台灣 設大中華區的話 那不但沒有被裁的原因 我還要把國際的人通通都可以調到你這個單位來 所以台灣如果不能夠真正成為亞洲中心 我們只憑自己的市場就會不斷萎縮 那人才萬宜跟你沒有辦法成其大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那至於22K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大家真的可以好好談一談 我覺得我去查了數字之後 我可以很明確的說 台灣現在沒有整體失業問題 台灣現在只有年輕人失業問題 台灣的失業問題是集中在20到29歲這個族群 30到39歲呢算是普通的這個狀況 可是40歲以上的失業率比2004年 當年經濟成長率6%的情況之下 我們40歲以上的成長的失業率 都比那個時候的失業率來的低很多 所以我現在就明確的說 22K的問題 它不管是被標籤化或沒有被標籤化 年輕人失業的問題 就是教育跟產學之間不合的一個嚴重的一個問題結果 對 奉献提到這個 他其實的數據就顯現在這邊 我們20到24歲的人 他不工作 你看大概都10幾% 現在是13 過去曾經到14.7 25到29 他現在有7.1 過去也曾經到8.8 所以其實最主要是這一批的人 那其他的其實是非常低 你看40歲有效 40歲2.8 那是非常低的 甚至50到54 2.4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講這些整個產業的影響到台灣 但是他的人才流失 畢竟現在夏副總統提出來他是一個問題 22K的制度雖然現在沒有再實施了 可是22K現在是變成好像我們心理上大學畢業生的基本工資 所以在某種程度裡面 他變成一個代表性的一個名詞 當然夏副總統是因為關心年輕人的薪水 待遇太低 他當然希望說 是不是給他們更好的待遇 有更好的工作的機會 但我們看那統計數字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我們可能大學生年輕人這一代裡面 功過於求 很現實的一個功過於求 功過於求 你心智當然會壓得不太容易上去 那我們就問這功過於求 可能他沒有把一些更細部的切出來的話 我們發現大學畢業生裡面 理工科系的失業率是偏低的 非理工科系的失業率是偏高的 那麼在製造業的方面 失業率是偏低的 然後服務業的方面不會很廣 從賣手機來到房地產 到端盤子的 他的失業率是偏高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 這問題就是如果創造更多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 比如說鳳琴講的這個金融失業 那金融失業如果說我們要做亞洲金融中心 我們面對很大的課題 你要不要讓大陸的銀行 金融業跟資金大量的流入 這是個先決條件 你現在要關一個中哥榜來頒獎的話 你就已經氣氛鐵靈 就中國因素 恐共 如果今天你右邊來個中國建設銀行 左邊來個中國農業銀行 後面來個中國工商銀行 是不是有很多人就抓狂 這必須面對這個議題 所以我是覺得除了服務業以外 還有很多很多的服務業的行業 多跟國際上的資金流動 國際上的海運電訊都有 通通有關係 我們要不要面對這些 給年輕人在從方面 有新的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 如果有一個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 把這些年輕人一吸的話 其他行業待遇自然的上來 為什麼 你把供需拉平衡了 比如說我曾主張過 像桃園航工程不要那麼大 我們桃園航工程來搞一個 桃園國際觀光賭場 自然就可以把這個人力大量吸過去 當然我覺得這個道德上可能比較要考慮 但是總共大家來好好想一想 對 邱宇想夠了 我是常常邀蕭萬航 蕭萬航線來演講的人 我認為他今天很可能是在講的過程裡面有點跳躍 所以在被紀錄著把它給扭曲了 蕭萬航線一直認為 台灣的核心競爭力在人力資源 而人力資源有大量外流的情況 使得台灣的核心競爭力下降 這是一個主題 那至於22K的問題 其實跟人才外流是沒有關係的 那22K的問題 基本上是在於年輕人的失業率 其實這個失業率我認為是低估的 因為很多年輕人是乾脆退出勞動市場 成為非勞動力 他跑去延避 他跑去繼續考試 或者付錢再加充 這個基本上如果再算進去的話 那廣義的年輕人的失業率恐怕將近要20% 這個問題其實跟現在 年輕人的性格是有關係的 我覺得年輕人在個性上是必須再教育了 你不要說只往看天邊的彩霞 年輕人其實應該要知道 你要成為一隻大鳥 你總得先受苦啊 你沒有先受苦怎麼能夠成為大鳥呢 所以年輕人自己要放下身段 自己要回到現實 他才能夠解決年輕人失業的問題 對其實我們在職場都幹過後大後小的主管 我們也接觸過很多年輕人 有的時代很生氣說 怎麼工作態度這樣 我周遭很多朋友都這樣跟我抱怨 包括新記者或者新的同事 都會覺得這樣 那當然現在時代不一樣了 就是說 是不是我們這些老口口人自己要調整 就是這也是一個問題啊 但是畢竟 他將來是我們這國家的棟梁 不管你同不同意 因為你就會比他老然後先死 然後將來就是他的天下 所以講這些都很那個 那我們看人才外流還是很嚴重啊 對啊我想在這幾年 我們有一個基本的認知數字 就台灣的白領階級 包括了工程師等等 流到中國大陸一百萬人 所以台灣在很多 氣管相關的書局 財經相關的出書的出版社 他們都感覺到 哇現在的經營都很壓力大 那我們也是大概一年多前 我們的雜誌上到了APP 就是這個APP store 再突然發覺 我怎麼大陸的客人突然間變多 的確人跑掉了 但是我覺得比人跑掉 我覺得更嚴重的是錢跑掉 因為我必須再回到 我比較專長的證券這一塊 剛才鳳馨講了 現在我們台灣的人 金融界的 只是在low focus在台灣嘛 所以很多的薪資所得真的是 比不上在香港 那馬總統這個公平正義 我必須要講 他更把我們台灣金融業 給一棒打死 打死了之後 這些大量的資金 我剛才講的 七八九三個月 央行統計數字 一千七百 差不多將近五千億台幣流出去 不是那些人流回來炒股票 這個沈大佬絕對不是 外資買這一波918億 我們流出去的那些是基金 很多股票 香港我最簡單的講 香港的股票市場 最近高薪零售創新高 可是台灣持有高薪零售的潤泰權 沒有創新高 我們看到的這種現象是 我碰到太多外商 在香港在新加坡 感激我們馬總統的德政 公平正義正手 所以把台灣的錢全部打出去 台灣早就人外流了 現在再加上錢外流 這是我們要面對的困境 我必須要說 如果多年前政府 也許是當時的想法 一個德政 希望能夠解決 當時的失業問題的22K 22K它變成一個符號 就好像剛才 這個我們邱毅說的心魔 我可以肯定的告訴各位 正手稅的8500點 同樣是一個心魔 這些數字都被 蓋棺論定卡在那裡之後 以後台灣的發展堪率 好我們今天所有來賓講的話 我們都錄影存證 然後到時候神大老 我們會繼續邀請來 我們會把他的袋子都放出來 明年4月 明年4月 包括很多人講 還有沒有在場的馬凱教授 我們通常會拿出來 不是你彈花一現 就算過了有什麼用 然後到時候來檢視 誰誰誰講的是對 我們上面如果講不對 我們會寫累累累 但是如果還有更累的 是不是我們就要跟他丟鞋子 像丟馬總統這樣 回來我們來討論 跟馬總統丟鞋子的情況 馬上回來 我接你通告